為了要來改善台南開車頭這集比交通動車的問題 市府是利用原本的台南民伯定位基地 來幾位政學三經的國土客運載客動線的台南轉運轉 由台立市長李明岸主持開工電力 來記載說可以做這個轉運轉開發 帶動大臺南地区未來的經濟發展 為了在民伯儲基地台南轉運轉運轉 由台立市長李明岸主持開工當土電力 李明岸表示這個文化公共運輸系統 是台南市公共運輸正確的主庭 而且轉運轉的開發 今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 全市總共幾個十七處轉運轉 市府對一百共三年去 今天完成九座轉運轉 而且市區尚改鼓勇指標性的轉運轉 就是這座民伯儲基地台南轉運轉 這個整個蓋起來以後 結合客運 公車 停車 還有計程車設施 那將來 將來捷運也在這附近 我們有一個綠線的捷運 就在公園的另外一側 還有離火車站也很近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轉運站可以說是一次到位 可以在這裡 車車 路車 你要搭哪一間客運都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先進的一個整合性的設施 很值得大家來期待 對市民朋友將來的使用是更方便 那第二個 以這個設施做好以後 也可以改善北門路的一個交通狀況 因為現在北門路 因為要搬下車 會上下車 所以大概客運一停 那個油門車一停 就占掉一個車道 那整個北門路的這個交通動線 就會受到影響 那以後如果都集中在這裡 北門路的交通 北門路的這個狀況 就會更理想 那另外這個地方過去 雖然長期有在做客運的下車 跟一些停車的使用 但是感覺上它的環境是需要整頓 那交通局透過這一次 也把整個環境做一個整理 共同局局長林彥晨表示 台南轉運站是結合到國度客運 市区公車 客人車中學轉運站 除了轉運機靈以外 金車幾月288式 小客車停車價 394式 機車停車價 轉運站基地總民室2.6公斤 工程總經費1.2公斤 無價18.08年3月底完工客用 完工之後可以大大提升 本市公共運輸 以及專門接閥 環境的熟悉度 去他們民眾 可以得到利用公共運輸 搭著 機團 便利 音速的大台南社區 記者成在生北區蔡鳳伯德